做骨传导 可以知道它是属于传导性的听力损失 耳朵构造精细 小小问题都可能影响听力 一名许小姐十几年前出现耳鸣眩晕 听力只剩正常人的一半 瞪骨硬化症 因为它慢慢硬化的时候 会粘连到内耳的磨迷路 所以也会造成晕眩症 瞪骨是全身最小的骨头 比米粒还要小 负责传递声音到内耳 瞪骨硬化了影响听力传导 要在这个里面凿一个洞 然后把类似这样的人工听小骨 把它放进去 那万一不小心内耳如果凿洞完以后 它太深或太浅 就容易造成内耳发源 要在小小瞪骨上钻洞 亦有闪失会全聋 手术难度很高 许小姐手术后听力恢复正常 不过初期瞪骨硬化症 容易和梅尼尔氏症混淆 但两者还是有些不同 如果感觉听力有障碍 应该赶快就医 大约新闻将军李月为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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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